今次信自己一個禮拜時間不用去酒店教班 所以特地找了兩個髮型師幫我驗這個白色頭 順便可以配襯今次的妝容 在GD Crooked的MV裏面有一個很嵌促的Smoky Eyes 另外加上這個小的十字架 將整個造型連貫所有的服飾 非常之玩笑 同樣我都會做好妝前的護膚步驟 加上這個深海系列的Lotion和精華素 是我這個月每日都用的護膚品 因為底部夠濕潤自然的妝容就會貼服很多 另外我都會加上Fresh Shine這個很薄 和很輕身的眼部精華素 每個韓國男生的妝容都沒有毛孔 原因是因為底部永遠都會用遮毛孔的Base Benefit這支毛孔感四對很薄 薄薄塗一層可以遮蓋所有毛孔 還可以控油光 GD的底妝很貼服和光滑 所以底妝需要遮瑕度高一點 同時不厚身的粉底液 這個最新推的粉底液 配合這個有趣燈泡型的粉撲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們可以先上粉底液 用手指印開它 塗的時候記得要塗得均勻一點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粉撲做打膜的步驟 原理就是把厚一點的粉底液打磨得薄一點 同時較薄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粉撲加厚的粉底液 令到面部的粉底液更加平均 粉底自然會更加貼著皮膚 同時就有自然光滑的效果 另外眼底、鼻角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鋪的另一邊 尖頭的位置是專門打磨一些仔細的位置 大家可以很快看到兩邊面的分別 沒有塗的那邊的膚色不較均勻 而塗的那邊很順滑和有光澤 但看上去不會厚身 剛才塗的地方就是在光影的位置 同時我們想做一個薄一點的陰影 修修輪廓去 所以我就會用深兩度的粉底塗在陰影的位置 同樣也可以配合打膜的方法 配合這盒碎粉做定裝 GD的眉色本身是自然啡 而眉型是直眉莉 這盒Benefit的眉盒 裡面有一齊眉膏和眉粉 我們可以先用斜角掃 點一點眉膏 然後再點眉粉 再畫在眉上就會更加實色 這個眉眉我們會畫得短一點 另外眉頭和眉眉的粗度 我們一致就可以了 如果假設你不懂畫直眉的話 不如試一下可以在眉底的位置畫兩行直線 看看這樣會不會容易找些直眉 另外用了啡色的眉毛膏 可以雙眉色減淡 變成啡色 那就自然好多了 好了 今次眼我會分開兩個部分去畫 第一 我們會畫眼線 我們先畫好上面和下面的隱形眼線 位置就是眼睫毛和眼睫毛中間的隱形位置 不過假設你不會畫不要緊 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有說過 另外畫完隱形眼線之後 我們就會畫上眼尾的上眼線 可以畫到好像我那麼粗身就可以了 方向我們向後拉長一點 畫得粗身一點 另外我會畫下眼線的三分一 同樣都可以粗身一點 連接著拉長的位置 之後我們就會用中指按著眼尾的位置 向前推 一下一下慢慢推 把整條眼線變成一個smoky eyes的錯型 推推推 推呀推 下眼線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一樣 都是向下不斷推 推呀推 做完之後我們可以用眼線筆 填補上下的外眼線 這樣就可以由深色漸變到淺色 第二眼影 我用了benefit的深啡色眼影去做 這樣大家會容易處理這個smoky eyes 用眼影掃我們可以在眼尾位置向前掃 盡量落深一點色 和落實一點色 因為整個啡色不會太黑 絕對可以很容易控制 掃光整個雙眼皮的摺位 如果你像我這樣 是單眼皮的畫 或者用雙眼皮的畫 我們盡量開了眼 看到有一點點啡色的眼影 就可以了 教大家一個不會變紅貓眼的方法 下眼線位置 所以我們就不會畫完所有的眼影 我們只會下兩個位置 第一就是眼尾的三分一 另一個地方就是眼頭 我們會漏空中間的位置 這樣做就不會太容易有紅貓眼的效果 搞定之後我們拿回中指 掃一掃啡色眼影的圓邊位 這樣就會自然很多 最後會用一支眼線筆畫整個十字架 畫好初型之後 我們可以加回實色一點的畫 可以在十字架的中間位置 分開上下左右這樣畫 而每次畫都是由中間做起點的 這樣這個十字架會畫得更漂亮 不會一些粗一些柔 就好了 搞完髮型之後 就成事了 其實這次的妝我都不捨得下 因為白髮和妝太合襯了 可惜我又不可以裝GD 因為他太帥了 我又不想做第二個Tommy 所以我唯有乖乖地下去了 不過Kroken這個MV裡面 GD裡面有個怪獸頭很棒 我記得我之前也有玩過 如果假設你也想學點睛的話 快點去Fanspage 留言告訴我 我會視乎情況已拍 因為我下星期又要繼續幫酒店做教班 所以這個白髮我只可以保留一個星期 快點留言給我吧 快點留言給我吧